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插盘开出来盘按照我们开盘八法的话 这个叫做两点滴价插盘 照理说尾盘才会拉 但是它盘中就开始拉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成交量的部分是属于一个量缩的 当然很多的人对这个量价关系 他是看没的 你知道吗 反正上涨的时候就要补量 下跌的时候不管是量缩也好 还是量增也好都不对 其实也老是给大家一个想法 你说技术分析当然分很多学派 但是很多的技术分析你参考一下 你是做出一个综合判断 当然也有人讲基本面 但是很多的基本面 你怕你看经济日报 还是去参考别家的电视台 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基本面好的股票 好像都不会涨 还是说它涨上去以后 他才跟大家讲 那老师为什么会讲说基本面跟技术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投资人目前为止 他资讯上面是不足 所以说他可能会参考基本面 还是这个技术面 那颜老师参考什么 颜老师都看 我都看 但是我绝对不会去问那个神明 这个大家请放心 但是来到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我怎么样赚钱 我怎么样把我的退休生涯 把它顾好 有多少借多少 对不对 风险避开 我相信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投资老师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双向沟通 大概从明天开始 该喷的股票就会一路狂喷 如果说你未来明天开始买到不会涨的股票 我跟你讲 九月份的行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九月份现在是要先看个股 不是先看这个什么族群 对不对 你今天航运类股 今天开始涨多了 涨两天拉回修正了 那你今天反而是看到钢铁类股在走 所以颜老师进行跟你讲的 是不是钢铁航运悄板 这个只能做价差 这个不是主流 但是今天涨停板的加速 大概26加 但是很多的股票是 你去注意看 是在电子股 当然有人说电子股不好 但是颜老师认为很好 那既然觉得很好 我会不会带各位来做 当然会 当然我今天要恭喜颜老师的单股会员 对不对 那到底恭喜的内容是什么 我在节目里面我就不大想讲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运通财经台 这下午三点半到四点的节目 真的受到大家的一个热议 大家持续的收看 每个人都很疯狂 那我颜老师讲的好像很有道理 那我颜老师讲的股票 好像未来都会大涨 我说真的 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 本节目 你做个参考 参考一下就好了 不要说 每次看到哪一档股票都想要跟单 但是颜老师对我的会员负责 好不好 我们今天我们的单股会员 应该有一档股票 非常不错 你真的缺钱用的可以放在口袋 你真的拿报纸来带钱的 先装一笔再说 反正就是纪律操作 对不对 好来注意看 颜老师这张字卡里面 创围给你打开 世界先进 我昨天有提醒你 拉回要不要去做 对不对 做动作 要不要去买 那我今天还是跟大家讲 世界先进你慢慢看 有时候股票不是涨一天 不是涨两天 未来怎么样 你就看节目慢慢看 现在还有这档股票 我希望大家怎么样 今天看到节目的人 你想要做这档股票的 记得QRCO要少 你QRCO不少 我没有办法找得到你 还是说你电话都不打 老师我跟你通灵一下好不好 你直接把你的脑波打开 我是外星人 我跟你通灵一下 我没办法通灵 你知道我们知道 我也不会每天跟你讲这个鬼故事 这个颜老师并不擅长 你说讲那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那个对不对 二十四孝故事我会讲 你知道我讲那些鬼故事 现在八月十五的 大家要团圆 虽然说今年中秋不考肉 大家还是要团圆一下好不好 这个有时候你想知道没有关系 我会让你知道 但是我们的会员一定要纪律操作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 这是礼拜一我们卖出去的股票 赚钱 要不要买回来 要不要买回来 这个很重要 这个地方先卖一趟 这个我保留给严老师的会员 好不好 那第二通简讯 单股会员跟专案会员的 这档股票赚了16% 赚了16% 第一笔金先放的 对不对 保底 要不要买回来 你看老师的节目 跟一般老师的节目不一样 其他老师的节目只有买没有卖 他也不会提醒你 对不对 要不要买回来 对不对 买卖都不会跟大家讲 但是我也不大想说在节目中讲太多 因为这个有时候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受欢迎 但是我就希望说 你是严老师的会员好不好 你就打开电视 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跟你实际操作的 一不一样就可以了 一不一样就可以了 那严老师非常强调好不好 这个绩效就是未来大家 这个最大的一个优惠 那当然今天比较强势股票 大概就是像这种的 勇德 其实9月份有很多新的标的会出现 新的主流会出现 这一档股票在9月1号的时候 只有42块 42块开盘价 你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看得到 它未来的价值 这勇德嘛 点资股对不对 电子股 你如果看得到未来的价值的话 你应该在9月份 你就开始注意它了 当然今天的大盘 大概比较好一点 点资股开始叮当了对不对 这是9月1号的勇德 这是今天的勇德 今天的勇德还是 评判一下还是买得到 你不要说老师都买不到 买不到在这边 严老师不会讲这个拉涨停板 那为什么这个股票 为什么连续拉涨停 底部买连续拉涨停 为什么 很多人说老师它基本面好 涨上去就说它基本面好 跌下来就说它基本面可能不好 涨上去的时候就说它技术面很强 跌下来就说对不对 技术面很差 不然干脆就不讲 有没有证据 老师你有进股吗 真的我就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 我就拿证据给你看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跟单 真的我希望你不要跟单好不好 我们那个卖掉也不会跟大家讲 勇德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单股会员好不好 来单股会员这一集的而已 勇德 当然今天是两根涨停板 两根涨停板的话再创波段新高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应该都赚得到钱好不好 那这张股票在两根涨停板创波段新高之后 我们就进行保密的动作 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保密 因为你们不是严老师的会员 我希望说你们看节目就可以好不好 看节目好不好 但是严老师的会员应该都知道这种简讯的内容啦 我们这个会员应该都知道严老师这个简讯的内容 我希望说我的简讯是帮大家赚钱的 帮大家赚钱的 希望大家怎么样可以赚越多越好 那当然严老师的节目时段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运动财务台下午三点半到四点 你现在所收看的 凌晨重播时间是两点半到三点 而且早上还有一个七点到七点半 目前为止运动财务台就是三个 那当然这个被动元件很久没有涨了 今天开始动了 这个被动元件小支的会先动 比如说像利敦对不对 利敦今天开盘价48块1毛5 这个地方的话 有人认为说被动元件不好 认为被动元件不好的人不会去买 认为好的人他可能会去买 这是底部的 我先讲 这是底部起涨的股票 这个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我也没跟你遮遮掩掩掩 没有啊 我看好被动元件我就跟大家讲 我看好被动元件 今天被动元件第一档涨停板的叫做什么 叫做利敦 那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 当然会啊 当然有人说老师他这个基本面好的股票 最近这个大盘如果不好的话他还是会跌 对他会跌 但是他弹的速度或是反转的速度也会很快 比如说像这档股票 今天开盘价是79块钱 79块钱 底部起涨的 这也是底部起涨的 直接上去 所以说我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明天开始有很多从底部的 比如说像这种利敦啊 这次还没有公布的股票 他们这些股票未来都会直接喷上去 你不要说老师你都没跟我讲 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那你如果想操作底部起涨的股票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们今天会推出一个非常不一样 名额只有30位 30位 你先把名额先hold住 先把名额先hold住 先扫描QR Code留下细名联络方式 真的这个名额我跟你讲 在今天一定会爆满 因为这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推过 我希望说把最好的 留给我们运通财经台的投资者 因为你们长期支持颜老师 颜老师非常非常的感谢 但是名额真的有限 我先不要说是做什么 对不对 你先把名额先hold住 先留下细名的联络方式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你不要再等知道 因为老师没有名额了 这个测标上面只有几个名额 30个名额对不对 我们一个也不会多 一个也不会少 因为这个名额经过我们精算了 是我们可以去通知的 是我们可以通知的 我们做得到的服务 我们就会加值的去做 这是颜老师对于我们运通财经台 长期支持颜老师节目 这些投资人的一个回馈 大概之前也没有 未来也不会有 这个我希望说颜老师今天 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 来到我们的电视台 当然颜老师在这个投雇业界里面 一路上面真的有很多贵人 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 因为颜老师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要怎么样 要报答大家对颜老师的支持 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 好不好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九月份新的主流 大家应该都会看到这支中华花 老师也不知道在长什么 老师真的不知道它连续长 对不对 我说你真的赚太多你可以先卖 那今天呢 今天有人认为说老师 这个不会再涨了是不是 23块的股票你认为它不会涨 涨到涨停满现在才26块钱 股价有时候你不是说看它涨多少 不是这样子 你要看它的价位 它的筹码 它背后的一个力量 它的股价投资人认不认同 如果认同的之下筹码干净 未来的营收也好 这个产业的基本面开始变化 我认为像中华化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但是这个股价从今天开始已经1234了 我也不建议说各位去追价 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真的 我们不会说这个很强 大家赶快追 这个可能明天会怎么样 不会 我相信你看了这么久的节目 应该对严老师的风格应该都很清楚 对不对 9月份的一个新主流 来威风电子 只要你敢买的都赚钱 要不要买 我不知道 好不好 你给他参考一下 好不好 老师到最近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这是四胆大会是不是 老师这天大跌 这个股票还在涨 有些股票就是逆市股 当然有些股票 它会做第二波的一个上涨 我这边先公布一下 之前赚到美其马的 袁老师当然是恭喜你 好不好 但是未来想做美其马的 未来想做美其马的 今天赶快报名 老师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来我先帮你写一下好不好 拭目以待好不好 以前没有写对不对 今天帮你补一下好了 拭目以待 老师之前没有拭目以待 为什么今天要拭目以待呢 老师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玄机 我只能稍微帮大家提示一下 之前赚到美其马的我恭喜你 未来想要从美其马身上的 想要再赚一笔的 我今天会开放名额给你 你不要说老师你都没有开放名额 我这个名额给你好不好 但是要记得好不好 记得 记得这个一定要在名额以内 好不好 老师光会被动 光会被动就看这一支 阳明光不要乱看 郁金光涨过了吗 大力光利多不长 这小支的 这股本11亿的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注意一下 新的主流包含什么 包含宏观 涨到分盘交易了 真的你就不用再追了 很多人喜欢去追那个什么分盘交易的 对不对 喜欢追的 你这边买的话绝对买得到 你拉回也是一样可以去做动作 涨多了麻烦你卖掉一趟 操作的话真的有时候不用想太多好不好 当然有人说对于这个世界先进昨天 对不对 他就认为说世界先进跌下来 跌下来很好 我昨天在节目里是不是有公开讲 你敢不敢买 当股价在跌的时候你去做什么动作 你去放空的话我很欢迎 这种强势股你去放空的话 我真的非常欢迎你 你不要头脚弓弓啊你知道吗 弓弓啊你知道吗 你不要傻了我先跟你讲 你看大陆人讲说傻帽 傻帽 对不对 你不要傻了 不要懵了我先讲 这个很强的股票千万不要放空 当然我们是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就可以了 对我们的会员是有交代的 有交代的 当然今天严谣老师要推出一个非常特别的 也就是你之前啊 你之前看老师节目的你都赚钱了 当然严谣老师啊 对不对 我这个当然是非常恭喜你啦 但是今天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会涨的股票都在我家 不可能在别人家 我先讲未来会大涨的股票都在我家 不是全家就是你家在我家 今天大家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想要赚钱的让严老师找得到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明天开始要拿出赚大钱的霸气 明天带你买什么 买这个啦底部起涨的要不要 要不要 要的话今天赶快把握机会 庸德刚才给你看对不对 创新高嘛 你要买青菜买啦好不好 青菜买啦 中华化今天又涨停板了嘛 赚钱卖一下 威风连续涨三只 拉回再看看 要做美琪马的 啊 老师啊美琪马还要在做 不能讲 有时候不能讲 美琪马你赚了我恭喜你 下一次想再赚美琪马的你这电话在打通啦 你电话都不打我帮不到你啦 老师这个呢 这个你慢慢看好不好 我今天开放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今天开放 米米VIP一加四 一加四 严老师另外 另外再加码 会被一加四再加四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米米VIP一对一 我们专人服务 操作的模式很简单 单股所单 可能你一级会员里面只有两到三档股票 最多大概就不会超过三档啦 但是是一档接着一档做喔 我们今天全部开放 我刚刚就把名额hold住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hold住 我不知道啦 现在全省的投资人啊 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赶快来参加喔 很简单喔 我只开放一次的机会 黄金三十秒 米米VIP一加四 严老师在加码 严老师在加码 来今天把电话拨通 直接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要参加的人请注意啊 现在赶快找什么QR Code 米米VIP单股 单股的单股的 一档接着一档做 大资金的投资人啊 跟我们助理讲一下 全部专人服务 全部一加一 买了以后直接喷 等都不用等啊 好不好 我今天就开放这一次的机会 好不好 明天有一档股票 早上九点五分 我们会进场布局 要参加的人 今天赶快现在 用手机扫描我们的QR Code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的人 请注意哦 扫描之后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哦 明天早上九点十分 我们专人通知 机会在这边好好把握 打电话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机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击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机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击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车货现场拍照 露营五人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一致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这个产业面 你要注意到这个电动车 这个未来有黄金十年 电动车的族群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现在的投资人跟以前的投资人不大一样 现在都有一些小白 小菜 玩玩抖音 对不对 玩玩什么 pocket 是不是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主流 我相信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样 会出现新的主流 就会有新的一个商机 所以说一个分析师 你就必须怎么样 要去勇于接受这些新的观念 不要一天到晚在这个电视台 在胡说八道 买友达 买群创 顺便买一下什么彩晶 结果呢 买了三块板子回家自己做 这个不对啦 不然每天钢铁 航运 然后电子股最差 今天涨的都是电子股 所以说不要去 这个有时候太过急 你知道吗 要懂得变聪 这个赚得到钱你就买嘛 对不对 建兴国际啊 这个新唐啊 对不对 赚得到钱你就买嘛 这个创为也是一样啊 联电难道不能买吗 我问你吗 可以吧 你赚得到钱你就买嘛 严老师买联电 真的假的啦 这个买联电 对不对 买下去快涨停摆 当然可以买啦 为什么会不能买呢 这投资人有时候观念上面改一改 有时候赚钱第一嘛 安全对不对也是要第一啦 不能说只要赚钱不安全也不行啦 对不对 明天开始集中火力买标股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请大家拿出怎么样赚大钱的一个霸气 但让我今天开放给大家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啦 开放专人通知啊 一对一 一个对一个 单股所单一对一 一百万的可能就买一档 五百万的可能就买两档 最多不超过三档 我让大家集中火力嘛 集中火力买这种会动的好不好 买下去会动 底部布局会涨的这个才重要啊 还在想美骑马是不是 美骑马会不会未来还会在大涨喔 我现在你自己照你来 你快来喔 你快来喔 赶快来听得懂吧 这种底部起涨的对不对 这个也不知道涨什么对不对 每天涨未来他会告诉你啦 我先恭喜啦好不好 我们的勇德来 今天再撞波段新高 今天对不对拉到涨停板 那当然今天严老师给大家一个不同的 你今天只要电话拨通 明天开始通知 这个叫做迷迷VIP一加四 老师你要不要加码 我当然要加码啦 今天电话打通的前十位 严老师开始加码好不好 你电话没有打的我没办法加码喔 我先讲喔 单股所单一对一的服务喔 只有今天才有喔 明天绝对没有 这是我头顾生涯第一次 未来你也看不到 对不对 明天要进场的股票 我请大家共襄盛举好不好 今天只要扫描QR Code的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的 全部专人一对一直接通知 买了之后直接喷 买哪一支你要保密喔 我先讲你今天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喔 就可以了喔 机会只有一次 会被买了以后就涨停 请大家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赶快手机扫描QR Code 明天早上9点10分 进场布局很重要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罗元同步研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卖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同步智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同步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从这边 我们家小朋友 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嘛 我自己是觉得还满有感觉 代表这